今天来到丽江古城 我们现在是在丽江古城的一个入口 这里距离是哪个入口 好像是北边吧 这里是没有这个大门的 外面是两个美食街的地下 地下城的美食街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 看到第一个就是人们的丽江的大水车 这里是丽江古城的一个介绍 然后这边就是大水车 大水车好像是丽江古城必玩的一个景点 我们今天就顺着大水车旁边的这条路往里走 带大家逛一逛丽江古城 现在的丽江古城真的是太大了 你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 走在里边必定会迷路 肯定百分之百会迷路 因为这个古城里边房子太多了 然后路太多了 而且这个古城还很大 走一走就会迷路 如果你住在古城里边 很容易就找不到你的客栈 一定要记清楚你的客栈的名字 到时候导航 好像导航在这里面也不太好使 因为导航经常性的抽风在这里面 还是要找一个能认路的朋友跟着你一起 如果你一个人来玩的话 感觉有点 到时候可能不太好走路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要看的地方 就是咱们的这个大风车 不对大水车 丽江古城的入门口 丽江古城的简介也在那里有 要不给大家读一下丽江古城的简介 毕竟来都来了 对吧 这个上面有一个牌子 是某一位以前的领导人提的 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 1999年5月2日 提务府 给大家简单的念一下 这个丽江古城的简介 中国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 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古城总面积3.8万平方公里 现在感觉应该不止3.8万了 因为现在扩建扩建的好大 现有6000多住户 不可能只有6000了 近3万人口 自古以来是颠川障的交通要冲 交通要冲 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丽江古城以玉龙雪山为背景 以水为灵魂 以其曲折有志的高低错落的街巷 民居建筑小桥流水 构成了人与建筑的自然 环境和谐统一 丽江古城是纳西民族 西纳汉白藏等多民族文化的文明结晶 因而呈现出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统一性互补性 民俗风情多姿多彩 丽江古城主要是纳西族 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民族在这里 我们身后就是玉龙雪山 但是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看不到 这两天来到丽江呢 就是碰到下雨 今天好像还有雨 明天才天晴啊 但是我没时间了 所以只能趁着今天 现在这会儿不下雨 赶紧进来带大家逛一逛 丽江古城呢 它是这种有点像 溅在半山腰上的感觉 就是错落有志 你会爬很多的阶梯啊 这边的海拔 大概有两千多米 如果就是不太适应的话 可能稍微的会有一点点的喘 就趴楼梯的时候 啊这里水好清啊 看一下这里的水里的鱼 能看到吗 估计看不到了 这里有两条鱼 两条鱼在这里 这水好清啊 三条鱼 我们就往里边开始逛吧 带大家逛一逛啊 这一块呢 就算是进入到 我们这个古城的入口啊 有一些这种 小店什么的 卖特产的店啊 还有这些 小酒吧什么的 清吧 丽江古城这里呢 感觉就是夜生活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白天的话 就逛一逛古城 夜生活有很多的 喜欢酱客的这些朋友啊 简直是你们的天堂呀 一滴水经过了丽江 好大 好长一篇文章呀 我们往里逛 这里就是你随便走啊 随便往哪条走 哪条街道都能通啊 我们就随便选一条 就顺着那条大道往里走啊 丽江真的是 这个 怎么讲丽江这个 古城现在真的稍微规模 有点太大了 而且路很曲折 错落有致的 那种就是房子太多了 你走一走就迷路了 我们就随便走啊 这是入口的地方挂着这种 祈福的牌子 不然随便往里走 不然随便往里走 今天天气也不太好 可能会有点天音 明天天才起 哎 这边在搭牌子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节目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 丽江古城的这个前面的牌子 我们可以在这里拍拍照打打卡 世界文化遗产 国家历史文化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全国民风景旅游区 国家五位级 这个地方 大石头的标识 好像今天白天不是很多人啊 下雨下的 下雨下的还挺冷的 这两天 我们昨天在那个客栈 都开始烤火了 这边呢 一下雨 这个山上铁定就会下雪 羽龙雪山上面 现在肯定是在下雪 羽龙雪山呢 就在我们身后啊 可惜 被厚厚的云给遮住了 我们顺着这一条河 看到没有 我们前面这条小河 小溪流一直走一直走 可以走到 四方街 这条路应该是可以走到四方街的啊 这个 丽江古城里边呢 有几个点是必逛的 这个 四方街是一个地方 然后一个小石桥 好像也是一个地方 小石桥大石桥 就是那个桥两边有很多很多的花 的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什么 文昌宫 文昌宫是一个建筑啊 还有一个那个山叫什么来着 狮子山吗还是什么 那个是丽江古城最高的一个点 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丽江古城 但是那个好像要收门票吧 应该是 三十五一个人好像是 应该是三十五一个人 应该是三十五一个人 一夜晚的时候可以上去看一看 我们就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啊 这两边呢 都是以前饭店呀 或者是特产店啊 这个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 因为这个丽江古城 它是这种 错落有致的这个 建的这个房子啊 就是有很多的阶梯什么的 在这里的外卖 外卖员感觉很辛苦 因为他们骑不了车进来 只能是徒步啊 就送外卖 如果你在丽江古城里边 住这个客栈酒店的话 建议还是别点外卖了 因为太辛苦了 真的 好多的外卖员 就是拿完餐之后 就是走着路给你送的 因为这里面没办法骑车啊 很多的客栈什么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右边 等会看到这房子后边 都是山啊 全都是阶梯啊 就是你要住在上面的话 它要爬阶梯给你送 没办法骑车子 进行车什么的都骑不了 电名车更骑不了 所以只能是徒步给你送 不知道这里点外卖 它的这个配送时长 是不是会拉很长 我们接着往前走啊 今天这个下雨下的路 感觉好滑呀 现在呢 我们这条主干道呢 车还稍微的可以进来 再往里走 走到四方街那边 就完全是 车是进不来了 就是你只能 徒步了 这里的水好清啊 这里的水 不知道是不是从玉龙雪山上流下来的 但感觉 就是我们喝的水啊 丽江喝的水水不怎么好 我当时看了这个 我看了这个 我们往前走 应该等会麻椒走到四方街了 估计 这就是丽江古城啊 现在就是 白天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的 晚上的话呢 各个什么 小酒吧呀 小店都开启灯光之后呢 然后活动可能什么也稍微多一些 只要看一眼 看到没有 这边全都是在山上啊 客栈什么的房子都在山上 所以 他们送外卖就只能是 给你 一步一步的 给你走路上去送啊 很多里边像这种桥啊 有很多这种桥 东大街 我们现在是在东大街 我们直接往前走 先走到我们的四方街吧 我们现在走到应该是这个 丽江古城的一个比较中心区域了 四方街的区域 四方街晚上在这里是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购物晚会的 跟着你一起跳啊 上上上上上上上 往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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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赶人了 可以拉着他们手拉手一起进去跳 这边是他们的四方街啊 四方街呢 晚上在这个广场是有这个篝火晚会的啊 我们刚才是从这边这个位置过来的 是从他们这个应该是北门吧 从他们这个大水车那边过来 过来之后呢 走到这个中心广场 我们再从这个中心广场呢 往四方去 福射啊 就是四方都有路啊 都可以去走啊 从这边走呢 往那边走就走到四山了 就去爬山啊 就整个往那边走的话 就要去爬阶梯了 很累 咱们先不去了 咱们等会儿先往我们背后这边的街道去走 这里啊 四方街 对 这里就是四方街啊 四方街在这个滇西文化里边是很有名的 就是所谓的四方街就是他们的集市啊 他们的集市 赶集的地方 很多的古镇里边都会有这种四方街 像什么 这个 启州古镇啊 他们大理那边也是有四方街的 这个 历江 历江古城里边也是有四方街 就他们 以前在很早以前的时候 四方街是作为一个就是集中 卖东西啊 赶集的地方 交易的地方啊 就叫做四方街 我们 再来这个桥上看一样啊 就是历江古城里边还有比较有名的地方 就是这种 小桥什么的 这种小桥流水啊 然后我们等会去那个小石桥 大石桥一看 大家就可以看到 历江非常有名的 你经常在网上看到的就是 这个桥两边 水两边很多的花啊 那种 这里是四方街 晚上在这个广场 七点多 就开始篝火晚会 如果不下雨的话 甚至 这条小溪往上走呢 就到狮子山 狮子山的话就是要爬 开始爬阶梯了啊 好多年没去过了 可以来再看一看 现在历江古城 就是比以前要大很多 现在逛一圈 估计要几个小时 要三两三个小时吧 而且现在 这个 很容易迷路 住在这里边的话就很容易迷路 这里边导航也不灵 很多这种街道什么的 这导航都识别不准 好 我们现在往里走 这四方街呢 周边的话 也都是一些 我们夜晚夜生活的地方 什么俊客的地方 就是这里比较适合 喜欢平时没事的时候 约个搭子什么 喝喝酒啊这种 我们接着往里走 我们接着往里走 史方街 这个叫史方街 我们来往这边吧 这边应该是小石桥 大石桥 咱们刚才是从这个大水车过来的 对 那个狮子山上面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万古楼啊 登万古楼 我看整个这个 丽江古城全网 但是要收35块钱的门票 晚上去看的话 会比较好一点 白天就先不建议去啊 花35块钱 白天看也没什么看的啊 晚上有夜景的时候 可以去登上去看一看 我们从史方街 我们从史方街过来 现在走到这个小桥 没有啦 这是困难 这条路好像可以通到我们刚才来的那条路啊 转一转就转晕了 这个地方真的是 我们顺着这个小桥 然后往右走等会儿啊 然后往这边去走 对 就可以看到了 咱们平时看到的这种景色了啊 就是桥两边有很多的这种花花草草的啊 我们的往这边走 不往那边走 往那边走 就等会儿又走到咱们那个大水村那边了 这里是从史方街过来的啊 有很多的这种花园大肥馆啊 就这种 顺着这条小溪往下走 我不会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种桥啊什么的 拍照特别好看 晚上会有很多的旅拍的 在这里拍照 这两边的店都是比较有特色的 看一眼 大水村那边可能是 在地图上看应该是北门吧 应该是北门 哇真的不冷 好多种拍这种旅拍的 我们顺着这条小溪走 顺着这条小溪走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色 越往那边的话就越漂亮 看到没有 咱们从这条路走 啊这里道路曲折呀 感觉就是来这个大理古城里边啊 就不要想着去哪玩了 就随处乱逛 逛到哪儿是哪儿 漫无目的的逛 就会更好玩一些 如果你 带着目的地去逛的话 很有可能就找不到了 找不到目的地啊 这里还吃着 大家看 哇 这里还是挺漂亮的 可惜现在这个花什么花啊 都有点枯萎了 樱花餐厅啊 对樱花餐厅 我们从樱花餐厅里边穿过去 看一看 你这哪里人 我是河南的 河南信仰 樱花餐厅啊 樱花餐厅 往前面摟一眼 应该能进的吧 这里是个客栈 露民客栈 你立江的 真的呀 那我现在来到了你的地盘 这个像的照片好看吗 那也算是太砸了 太砸了吗 太砸了 哇 这里好漂亮 镜子上拍 没录了 还好吧 目前还在掌握之中 目前还在掌握之中 因为我其实我是前天下午来的 但昨天一整天都在下雨 所以就没怎么来 然后但是前天下午来的时候 我已经来这里逛了一圈了 大概的路线都已经摸明白了 在这里可以拍照 在这里可以拍照 很漂亮 过两天天可以 运龙雪山玩玩 早上看你到这边 明天又走了 运龙雪山不看了 运龙雪山 太商业化了 对就是明天开始天晴了 明天可能去卢姑湖吧 本来计划是这两天来的 然后因为下雨耽误了 所以时间有点赶 如果昨天晴的话 昨天就来了 这个地方是樱花餐厅 这么大一个餐厅 我住的那个地方 就可以直接看到运龙雪山 但是这两天都没看到 因为下雨 它就云很厚 就看不到了 谢谢 拜拜 去卢姑湖路现在修好了吗 山路十八弯不是吗 应该要比以前好一些吧 昨天认识的人 今天他去了 路上还挺好的 但就是天气不太好 对呀 山路十八弯呀 去卢姑湖就是山路十八弯 好看 感觉现在天上又要下雨了 这两天真是来这个丽江 真的就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四个小时 要不了四个小时 现在好像三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三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从丽江古城 从丽江古城坐车八十块钱 拼车八十块钱 这几天 这几天鲁鲁鲁鲁鲁多 真的吗 昨天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今天过去了 我说等会儿他到了拍点照片 看一看好不好看 如果好看的话明天就去 如果不好看的话明天就不去了 然后就转站其他地方了 这里是关门口 关门口我们到现在这个位置是关门口啊 我前两天走也就走到这个地方 再往前就没怎么走了 再往前走 估计等会儿真的是要这个迷路了啊 咱们去今天去逛一逛啊 路上休息 打得这样睡一会儿 那也差不多 去幕府看看吧 幕府在哪啊 幕府是不是从那个关门口往右拐 对在关门口那边 先往这边走一走 这边我之前也没有逛过 我看一看这里边有什么啊 这个地方呢可以寄明信片 邮局 可以寄明信片的地方 路虎好像天晴的话也比较好看 但现在天音的话也不怎么滴 这个地方呢 玉龙雪山我准备 在我们住的客栈上看一看就行了 就不去爬了 而且门票还死贵 门票多少钱 三百多还是四百多 你刚才问他人在讲这个 幕府很漂亮 绝对只会票价 真的吗 幕府好像没有去 幕府好像是在那个右边 我们现在走的方向不是幕府的方向 等会儿回来看一下啊 可以继续往前走啊 这里是可以吃饭的地方 西伊美食 这个古城真的现在好大呀 以前是不是没有这么大呀 咱们直播间不是有本地的朋友吗 以前是不是没有这么大 感觉现在这个有点太大了 逛来逛去的 好像都走不完的样子 而且里边到处都是客栈 真的有这么多人住吗 好多的那个人 这个三步走三步就一个客栈 走三步就一个客栈 全都是客栈 除了客栈呢 就是卖东西的地方 除了卖东西的地方呢 就是喝咖啡喝酒的地方 这往哪走 这走到哪了 我也不知道这走到哪了 咱们就这样到处乱逛吧 咱们就这样到处乱逛吧 我们现在走到南门街了 这里好像还有个徐霞克博物馆 对吧 我们看能不能走到徐霞克博物馆 去看看徐霞克 本地人都搬出去了 本地人都搬出去了 都把这个交给外地人来做生意了 从人像 我看看这边好像是不是要走出去了 这边好像要走出去了 中间有两个树的石头的路就能走通 什么树的石头的路啊 我感觉这里好像就是随便走 走哪都能通 但是真不知道走到哪了 白天没事反正在这里 就闲逛呗 逛一逛 见到路就走 见到路就走 反正也走不出去 就在古城里边 早晚也都可以走回去 这边人就少了 这边我们还快走到古城的边缘了吧 没有刚才那边四方街那边人多了 是不是现在走到边缘了 我们现在应该往哪走呢 待会看看有没有往右拐的路啊 有往右拐的路呢 咱们就往右拐 从哪里看的呀 从中间那三排竖着的石头 哦你说的这个地上的石头是吧 竖着的三个石头就是可以走的 横着的就是死路是吧 是不是地上的这个 地上的这个三块石头是吗 我记得丽江古城是不是被伤回 不是丽江古城吧 是其他地方 原来还有这样的啊 竖着的三块石头 中间竖着的三块石头 是竖着的话就是通的路是吧 然后如果是横着的话就是死胡同 等会看一看有没有横着的 感觉好冷啊这会儿 我们走下面 逛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 就是往里走吧 好像这个往前走也能走到这个 走到这个四方街什么的 大石桥小石桥 刚才我们走那边 没有歌手想听歌自己唱牛 这是什么 这是小学是吧 好逗啊 好逗啊 你们在干嘛 不好好上课在干嘛 好逗啊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还不赶紧进去 这是丽江古城的小学生 好逗啊 上课了 好逗啊 方国瑜小学 方国瑜小学 看了不拍太多小孩到时候审核过不了 哇 这里可以看到山上了 我是从那边下来的 我等会回家的时候就要从那边上去啊 哎呀我的手都抽筋了 举着我的相机举的 好走到咱们的四方街了终于下来了 这房间我们就往那边走了 往反方向走了 往反方向走去爬咱们到狮子山 哎呀 其实我不太想去爬山 因为太累了 而且我现在还举个相机更累 哎 这不举相机的时候爬的稍微有点点喘啊 这两千多海拔呀 就开始喘了 好我们往这边走 刚才呢我们是从那边过来的 从那边过来的然后 咱现在往这边走 好多祖宝这个地方 好多拍照的 哇这个水怎么这么轻啊 芋龙雪山上的雪水是吗 这个丽江古城里边的水 是不是从芋龙雪山上流下来的呀 咱们本地的兄弟 感觉好像这个水特别的轻啊 哈哈哈哈 一个人来这边玩的话 就是吃饭不太方便 其他都还好 吃饭 一个人出去旅游啊 吃饭很难 因为很多像这种大店什么的 都是这种火锅什么的 差不多转差不多了 什么鬼 已经转的差不多了感觉 走到这条路了 这条路往右边走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 从大水车那边过来的 往左边走就走到咱们的四方街 走到四方街呢 我们就往右走 走到狮子山那边的方向去 爬一爬山 那今天就坡到这里 然后晚上呢 带大家来看勾客晚会 晚上到四方街看勾客晚会 七点整啊 我们到这个四方街啊 看勾客晚会 现在正好七点 应该要七点左右吧 四方街的这个勾客晚会就要开始了 这里就是四方街了 已经开始了吗 好像是已经开始了 这边晚上会有这个放核灯的 这边晚上会有这个放核灯的 已经开始了勾客晚会 今天好多的 没有游客参与吗 没有游客参与吗 看不到 啊 真正好啊 对 啊 又在我上去了啊 啊 又在我上去啊 啊 进去啊 Go go 这个大爷带着参加一起跳 走走 我跟着这个大爷 走走走 今天是什么情况 今天怎么这么多的 可能很多的朋友 想要在那个江湖里面找一个 人都口水 好了 这个就是有这个川山一二的朋友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节日啊 跟着一起跳啊 上上上上上上往后腿 往后腿 开始赶人了 可以拉着他们手拉手一起进去跳 这边是应该是纳西族的吧 丽江那边好像都是纳西族的 纳西族的阿姨 后面跟着的就是来这里玩的游客 这么早7点刚7点就开始了 跟着这个大爷退一步 跟着这个大爷退一步 走走 八步 八步 这个大爷是零五啊 这个大爷是零五啊 应该不是白族的跟纳西族的吧 已经连成一个圈了 进不去了 刚才还可以在里边 走走 赶紧跟上天啊 今天好多阿姨 好多这种穿着 他们这个民族服饰的阿姨 前两天都没有 今天天气好了 好玩吗 往前走 真勾和晚会 看一看今天晚上的夜景 白天看过的地方 今天晚上都可以再看一遍 看一看夜景 去那个大石桥小石桥 大石桥小石桥 不是那个景点吗 我们今天是跟着我们那个亲女的朋友一块出来的好几个人啊 这个跳完那个桌后晚会的然后就往这边再逛一逛 白天逛过的地方 今天晚上的大家再逛一逛啊 哇 这个排队的 哎 这家排队的 这家排队的枣子房 卖什么好吃的 枣子房 男人多一些 男人确实多一些 排这么久的队吃一口 算了 我不适合这个像运动 我最不喜欢这种排很长的队 然后去吃一个东西 晚上的灯光要比白天好看一些 白天是没有灯光了 白天就是随便走一走 晚上我们再走一圈 白天走过的路 宫晚会那边 感觉好像一天两天人多呢 嗯 后面又老了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吃饭 你会吗 你老人说不上了 我买他 我买他 我在这里 我真的没照备过 我买他呢 走 我们跟着往这里走 这里比较好看啊 这里拍照什么都比较出天啊 白天我们走的时候是没有灯光的 晚上可以看有灯光啊 还是很漂亮的 看一下 甚至这条河一直往那边走啊 等会就走到白天 今天咱们走的那个什么櫻花餐厅啊 这边是櫻花餐厅什么的 这边拍照的什么都很好看 我们白天往那边反方向走的话 没有什么东西啊 就走到那个大水车那边了 今天带大家看看这边的夜景啊 夜景都在这边 今天就是补录一些今天白天的这个 咱们走的地方的夜景 到时候我捡进去了 白天我们走这个勺子米线 好多人在这里排队啊 晚上现在没人排队了 但这个店装修的还挺不错的 上面都是熊 没有然后这个院子 链上鸭爪爪 没什么人 就是往里走 去咱们那个今天路过的那个什么 路过的那个 樱花餐厅对吧 好像是那里啊 晚上的时候这里拍照片拍旅拍的人就多了啊 拍这种 民族服饰 随多 到处都是人 到了 这里简直是民族写真晚上的拍摄的地点 为什么 那个左手手臂然后搭着这个地方 这一曝光有一点爆我瞧一下 哎 大哥 幸福也好高 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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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前面就是櫻花餐厅 你看 这个怎么样 白天走的时候这里是没有灯光的 只有这个枯萎的花 现在 现在有灯光的时候就比白天好看多了 这就是个网红打卡地 这里因为 做了很多的花花草草 很多晚上会在这里 拍照片 他们拍写真的就在这里拍 不过这里确实也好看 各种民族写真啊 各种民族写真啊 咱们今天重走上午走过的路 看一看这个夜景跟白天的景色有什么区别 哇 好多拍写真的 手挂在那边 或者是贴着脸 对 然后看这边看看 还有自己拍的 这就是咱们白天走过的路 白天走过的这个什么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叫樱花餐厅 这里可以吃饭 这里晚上还挺多人吃饭的 你看 你看有好多地方 那么店装的比较有特色的 他说不让人家捋开去 他这个店就做的比较 大气 非常欢迎人家来捋开 还需要灯光一下 有灯跟没灯 简直是两个地坛 刚才看一下 刚才在获凯云 刚才看一下 这小时比白天要漂亮很多 而且这里边还可以进去拍照 比拍的最好的地方 是啊 但是有很多的像在 这里可以上二楼 在那个很多的像大理那边好多的旅拍 不是好多那个 酒馆啊什么的门口都写着 都不让旅拍的 但是这里他就开放的 你可以过来旅拍 把人在这里拍出来好看的写真了 好看的照片也给你宣传了 不知道那些搞不懂那些 那些不让旅拍的那些老板是怎么想的 他觉得他花了大家钱装修的地方 不想让别人拿来白嫖 晚上的话确实要比白天漂亮很多的 从这里好像可以上二楼 这里有人在拍照 看点踏空 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 看一眼 他们可以上二楼 我们不知道这里是不是 可以直接上二楼 应该不用消费去上二楼的吧 二楼是不是吃饭的地儿啊 去看一眼是不是二楼可以直接上啊 去看一眼二楼是不是可以直接上的 应该是可以上的 我上来看一眼 找到人家饭店里了 这是人家餐厅啊 这是人家餐厅啊 在这里可以吃饭 这是厨房吗 哦 人家餐厅啊 一会儿 二楼的位置看一下就是这样的 你看 凯定的帮你看一眼 走到他们平台二楼了 从这边看一眼 二楼也是餐厅 二楼不是住宿 二楼餐厅吃饭的地方 从上面往下看的话 比一楼看得要更好看一些 有点仙境飘飘的感觉 这也是他们吃饭的地方 这里可以直接上来的 对面是一个超市 这里就从小石桥往右拐 我们下去 从这里下去 从前面街道下去吧 从前面街道下去 这个街道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白天走的那个街道 主要在往那边走的话就是 古城边边了 我们就不过去了 然后今天主要是补这个 四房街跟我们这个大理 这个丽江古城比较有名的一些地方 在夜景啊 看一下二楼唱歌的 是一些小的酒吧 我们返回去了 刚才是顺着那个河边走的 里边那个河边走的 里边那个河边走的 现在我们是走到外面这个街道 然后我们回返回去 那边补24分钟了 里边烟连着 里边的《市场》 哈哈 拉拉拉拉拉拉拉 呵 民主写真 在鱼章里抜露 这边又第一个 从四方街出来呢 往这个旁边走的几条街道 就是我们刚才走的那个 顺着小溪流走的那个地方 会比较好看一下 然后走到其他这些地方的话 就是正常的 像古城的夜景 关门口刚才我们如果还既往前走的话 就是走到关门口的 我们现在是往回走了 往回走就走到四方街 伸手不打 啊 笑脸 来哥 喝个好喝的吧 没有 啥的 都说横文石砖路 你看一眼 看一眼这是什么路 这条街确实没什么人啊 因为人都集中在两边了 因为晚上的话 大家都是去店里面坐一坐 喝点 就没有在这个外面员呆了 没有在这个外面呆呆了 我们刚才是顺着这条路走的 沼纸坊的这条路走的 现在我们是这条路 就是从四方街往这边走是两条路 一条是沼纸坊那边的那条路 就是我们刚才走 然后走到那个桥往右拐 就走到我们那个 比较有名的这种打卡的地方 如果顺着这条路走的话 就是走到去幕府的方向什么的 估计晚会应该差不多了 大家看一看这边 这边就是比较多的 就是从我们这个狮子山下来的方向 走到这个四方街继续往前走 不管弯的话 就是比较多的一些 什么比较多的一些小酒吧之类的 这条街道直通就是咱们那个大水车那边 还在跳不知道要跳到几点 人越来越少了呀 为什么大家都不热情啊 还没有 没有大理古城的人热闹呀 大理古城的人都爱跳舞 这个丽江古城的人怎么都不爱参与热闹的活动啊 看到没有 这里全是这种的 这边往这边走的话就全都是这种的 全都是这种 这一整条街道全都是这种 这种七九八 就喜欢那个可以来这条七九八的街道 我们今天不胜说 这就是视方街这个桥上的 然后不往那个 走得上那边拐弯 从四十三下来不往那边走 这一整条街道全是这个七九八 有喜欢敬巴的朋友可以进来 原来有缓 原来没有缓 对 OK 这就其他地方也没什么逛的了 就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全国的古镇都一样 就不带大家逛了 今天补路就差不多补路这么多素材了 一会就下播了 下播了 下播了 今天下午晚上就补路这么多素材 然后我们下星期三更新 下星期三更新 今天的视频已经更新了六点更新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是上一期的这个喜洲古镇的 以后的每周三周五准时更新 周一不定时更新 大家可以蹲一下 下播了 拜拜 兄弟们下播了 下播了 今天晚上就播到这里 下播了 拜拜 再见 没有点关注的也要关注啊 下播